AudioJungle 是历史上任何一个诸侯国所不可比拟的泰伯南下促使古老的所谓京湾文化和北方文化结合而发展成为吴文化 吴姓始祖吴泰伯吴的一般是智宁护杭太湖流域长江三角洲一带苏州是吴国以后的吴文化中心位居吴地中心区域习惯上把苏州历史文化称为吴中文化 应是吴文化的主要代表吴文化的创立吴文化历史悠久 约五千多年以前吴的这一代由于和中原地区缺少往来 曾被中原人看作是断发纹身的蛮夷之地商朝末年 州部落在金陕西奉祥齐山一带诞生部落领袖古宫歹父 后来州王伐宙而又天下追尊古宫为太王 有三个儿子长子太伯次子仲庸少子纪利长子太伯婚后无子女三帝有子昌聪明灵力及周文王 按照组织太伯是法定的军位继承人 但古宫认为纪利的儿子昌有圣人的瑞相 预料他将能兴周有一传位给纪利以便再传给昌 但未明显表示太伯了解古宫的意思 在古宫生病时便托辞到南方采药他的二弟仲庸也有此意 于是他和仲庸一同败别父亲到了江南 在金吾西美村从当地习俗断发纹身建立了沟吾国 他们再次传授中原文明被拥立为领袖 他俩在这里以捧梅窝断发纹身随相入俗与土著人打成一片开荒立活 太伯共同奋斗了半个世纪便荒芜为良田便穷为富便小为大便落后为先进 所创业绩有目共睹千口皆非留下了不可埋没的丰功伟绩 时过百多年圣人孔子看到太伯的丰功伟业之后感动至极 拍案惊呼太伯其可谓之德也已三亿天下让民无德而成焉 这就是太伯三亿天下让为之之德老百姓心服口服才发出如此盛赞 中国史学之父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吴太伯世家列为三十世家之首 赞为世家第一太伯长而无四四后重拥即位子孙世喜 既立皆周位传于其子姬昌文王 姬昌传于其子姬发吴王千都昊京 墓叶之战面商平天下追封太伯于吴 从此吴国成了名正言顺的诸侯国 吴文化由此发源吴王和吕夫差君为其后人 以此来看太伯重拥乃吴文化的缔造者 吴文化的特征从吴文化的起源可以看出 吴文化是由太伯带来的中原文化 吴文化和土著文化相结合而生成的 它就像一个混血儿 其本身就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结晶 这种文化的融合性就决定了其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 春秋时期 无人言将自由求学于孔子 是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 反吴帝后大力传播孔儒之学 被誉为南方夫子 也是孔子弟子中七十二贤之一 擅长文学其留下的名言有 是君术 思儒乙 朋友属 思书乙 论语理人 明朝初年 我国古代著名的航海家政河 从苏州的流河出发 最远的到达非洲东海岸和鸿海沿岸 历经三十多个国家 极大的促进了亚非经济文化的交流 这种文化的开放性 使苏州自古就是中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 二十一世纪的苏州 更是站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前端 曾入选全球九大科技新兴城市 并于2002年完成了它的一二三四五 即引进外资名列全国第一 工业增加值 进出口总额 GDP财政收入 分别为列全国二三四五名 这一切都得利于无文化开放 包容的文化渊源 无文化的演变 六朝以前吴帝尚武进门 以民封强汉 尚武轻死而著称 汉书弟弟之云 武岳志军系好友 顾习民至今好用剑 轻死一发 春秋时著名的三大刺客 有两人出自吴帝 这就是刺杀吴王辽的专注 和刺杀公子庆祭的要理 虎丘剑池 据方式记载 因吴王文驴一声爱剑 此后以鱼长等三千金剑作为殉葬品 顾名建持 六朝以后 吴帝区人崇儒 大量北人南迁 江南地区被大规模开发 经济风域 社会稳定 山清水秀 生活安逸 随唐以后 中国经济重心难移 江南的地位日益重要 与此相应 吴帝文化发生了明显的转型 民风游勇武 刚烈变为 温文儒雅 士大夫宽衣博代 大冠高绿 吴的百姓 上至近身 下至平民 家家礼乐 人人诗书 无文化的形态 苏州作为地域文化的中心 历史产之丰厚 文化地域之深邃 文化内涵之博大 为国内同等城市所少见 无人好读书 明清两代苏州一府的近视 状元人数 摇居全国之冠 于是有人认为 无文化及状元文化 苏州园林及建筑 绘画 雕刻 堆山碟石 花树盆景 诗词建帘 家具陈设等 诸多艺术精品之大城 集中展示了苏州文化的风采 于是 有人认为 无文化及园林文化 古无之地 暴湖背海 河荡密布 自古以来就是水乡泽国 唐人渡寻客 宋人游武师云 君道姑苏建 人家近枕河 古宫贤地少 水港水桥多 夜市卖领偶 春船在浅罗 摇之味绵月 相思在于歌 水是云玉无地生命之源泉 是无文化的精神和灵魂 由此 有人认为 苏州文化即是水文化 还有人认为 无文化是水文化 加鱼文化 加道文化 加残桑文化 加传文化 等等 无文化的雅去无文化 在表象层般 一般具有小小精知 柔和淡远 雅致秀丽 灵动飘逸的特点 从无浓软雨到小桥流水 人家近枕河 水路并行的古城格局 从曲折变幻的苏州园林 林到细致生动 的刺绣艺术 雕刻艺术 平坦 木刻 昆曲 无不显示出 无地人的文化性格特征 无文化追求 打与去的统一 以苏州园林最为代表 苏州历史文化名人 在底蕴深邃 内涵广博的无文化影响下 苏州历代 因才辈出 数不胜数 随唐开科曲式以来 自唐至清的近1300年间 科举是近的 苏州辖区 共出文状远45名 占全国的7.6% 其中 唐代有7名 宋代有4名 明代为8名 清代为26名 占清代114科状远的22.8% 明代苏州府 有近是437名 清代则有600名 至于封疆大力 征战梁将 地方官员 社会名流 又贡献于设计的苏州人 或外地人 有公苏帝而为后人推崇的 清道光年间 苍浪亭所立明贤词 初见吉列明贤 向赞570名 后又续增明贤600余名 明贤词 几经兴费 民国30年重修后 尚存明贤 向赞594名 现将苏州文化名人 翟齐耀者 按朝代先后掠述余后 对苏州历史文化名人的界定 是指苏州历史上 在文化领域这里主要指 文学艺术领域有一定影响 或对苏州有一定的贡献者 可分为三类 一是苏州本籍人 二是本籍虽不在苏州 但在苏州做过关的人 三是玉居或游历苏州的人 春秋奄奄前506前443 自自由 是孔子三千弟子中 唯一的南方人 也是将北方儒家文化 传播无地的第一人 是称南方夫子 孙武 齐景公使齐国贵族 因齐国内乱而奔武 铸究兵法十三篇 帮助吴王和驴南服越国 西魄强处 争霸中原 号称兵胜 三国陆继 一百八十七到二百一十九 子宫纪 天文学家 天文专著魂天图 陆讯 一百八十三 杠一百四十五 三国十七 吴国政治家 军事家 两记陆继 二百六十一到三百零三 文学家 与帝陆云并称 二路 二十岁时写的文父 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 第一篇 系统完整的文学论著 南北朝 张僧有 梁天建制大同年间大画家 与顾凯之 陆探威 吴道子 并称为中国古代画家四组 陆探威 约四百八十五 著名画家 顾野王五百一十九到五百八十一 文字迅古学家 著玉篇三十卷 唐章旭六百五十八到七百四十七 著名书法家 于包容即刻之章 张若须都有宁当时 号称吴忠四友 尊为草盛 杨慧之七百一十二到七百五十五 唐开元天宝年间雕塑家 于化圣吴道子其名 被尊为宿圣 为应物 唐代著名诗人 真元四年秋 由左思马郎中任苏州刺史 号称为苏州 白居以七百七十二到八百四十六 自乐天 晚号香山居市 宝利 元年五月任苏州刺史 陆归蒙 八百七十六 自禄旺 唐代常州县人 隐居府里金吴中区角之镇 陆元方六百三十九到七百零一 唐朝宰相 陆相先六 六十五到七百三十六 唐朝宰相 审传师七百六十九到八百二十七 吴县人 唐书法家 宋范仲淹 九百八十九到一千零五十二 自细文 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 教育家 文学家 范城大 一千一百二十六到一千一百九十三 自智能一座智能 号北山居市 万号石湖居市 著名诗人 定位九百六十六到一千零三十七 宋代五鬼 宋朝宰相 明徐有贞一千四百零七 到一千四百七十二 明朝首府 王熙觉一千五百三十四到一千六百一十四 明朝首府 顾鼎臣一千四百七十三到一千五百四十 明朝首府 明朝壮远 周道登 到一千六百三十二 明朝首府 高启一千三百三十六到一千三百七十四 宇阳基 张宇 徐奔同以施名 称吴中四节 曠中一千三百八十三到一千四百四十三 宣德五年 1430七月 出任苏州之府 快祥 一千三百九十八到一千四百八十一 杰出建筑大师 北京 明固公社记者 吴县香山人 吴宽 一千四百三十五到一千五百零四 自元博 浩陶安 书法家 长州县金苏州人 沈州一千四百二十七到一千五百零九 著名书画家 诗人 吴门画派创始人 唐银一千四百七十到一千五百二十四 自博虎 著名书画家 宇文指名 著允明 徐真卿 欲为吴门四才子 王傲一千四百五十到一千五百二十四 文学家 吴县东山路象人 著允明一千四百六十到一千五百二十六 字号之山 著名书法家 有名代草书 第一人之谊 文指 明一千四百七十到一千五百五十九 著名书法家 常州 金苏州人 魏良辅 一千五百零二到一千五百八十三 昆虚水魔腔创始人 昆曲的鼻祖 曲盛 冯梦龙一千五百七十四到一千六百四十六 著名文学家 戏曲家 毛进 一千五百九十九到一千六百五十九 自子晋 好潜在 常熟人 著名出版家 藏书家 文振亨一千五百八十五到一千六百四十五 自其美 常州人 造源艺术家 文指名之曾孙 前千亦一千五百八十二到一千六百六十四 江左三大家 清古言武 一千六百一十三到一千六百八十二 著名思想家 史学家 语言学家 李玉一千五百九十一到一千六百七十一 吴县人 明墨清初著名戏曲作家 吴县派戏曲作家领袖 毛进 一千五百九十九到一千六百五十九 自子晋 好潜在 常熟人 著名出版家 藏书家 叶桂 一千六百六十七到一千七百四十六 吴县人 中国文并学说 主要创始人 电机者 毛宗港 康熙年间常州县人 自叙史 浩子安 清初小说评点家批评家 王周氏 袁和人 清平谭艺人 善说白蛇传 游龙传 孙云球 自文玉 浩四斌 原籍吴江 千居常州 明墨清初光学家 王辉 一千六百三十二到一千七百一十七 清代著名画家 金盛探 一千六百零八到一千六百六十一 清代文学批评家 会动 一千六百七十九到一千七百五十八 自定语 浩松牙 人称小红豆先生 著名金学家 沈德贤一千六百七十三到一千七百六十九 自却氏 浩龟 著名诗人 诗歌批评家 薛雪 一千六百八十一到一千七百七十 自生百 浩一瓢 晚浩木牛老手 著名医学家 吴大成一八三五到一九零二年 清末学者 书画家 金石学家 古文学学家 吴宪仁 于悦一八二一到一九零七年 著名学者 以文字 音韵 训古学 古文经学建长 红军 一八三九到一八九三年 清末外交家 沈寿一八七四到一九二一年 女 杰出的苏秀艺术大师 顾鞋 鞋鞋鞋一八九三到一九八零年 明宋 坤 自明坚 浩鞋鞋鞋 著名历史学家 叶盛陶一八九四到一九八八年 自盛陶 著名教育家 作家 出版家 社会活动家 严文良 一八九三到一九八年 自动审 无限苏州人 著名美术教育家 油画家 苏州虎丘尼人 二五零零年的历史 形成了辉煌灿烂的无文化 很多无文化成果 在各自的领域独领风骚 然而也有很多优秀文化成果 随着现代化 而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 苏州虎丘尼人 苦于无传承人 喜爱昆曲的人 也越来越少了 精美的苏秀 也因为秀娘太少 而愈发珍贵 苏州市政府 2008年发出传承无文化 共建无的和谐家园的号召 为继承发扬无文化 指明了方向 一带一路上的 风土民俗艺术瑰宝 请关注西行文化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